人穿亚运这四人见证惨败韩国,在战亚运目标复仇。 中国女排。 目前正值高温阔暑,但中国女排在主教练郎平的带领下,仍然屯兵北伦,开展封闭集训,备战8月份就要到来的亚运会。 正常情况下,女排征战亚迦达亚运会的人员,将在参与北伦集训的人员中产生。 现役女排只有四人参加了上届亚运会。 2018年第十八届亚运会将于8月18日至9月2日在印尼亚迦达举行。 由于世锦赛在9月底开打,两者时间并不冲突。 女排完全可以派出主力队员征战亚运会,而后经过休整在出征世锦赛。 因此,主教练郎平已经明确表示,将会派出最强阵容出战,既为世锦赛热身,又要力争夺回上届失去的冠军。 上届人穿亚运会女排12人 2014年韩国人穿亚运会,由于与女排意大利世锦赛时间冲突,女排国家队只能一分归二。 主帅郎平率领朱婷,惠若启等主力队员出征意大利,征战人穿的女排二队,主帅斯老帅徐建德,领队是现任排管中心主任李全强。 由于不是主力出战,中国女排二队虽然顺风顺水地闯入决赛,但面对精锐进出,金阮景领衔的东道主韩国,中国队还是功亏一篑,以0-3,20-25,13-25,21-25,惨败,痛使亚运会五连关。 决赛中因为场面一边倒,单纲主力二传的丁霞,也罕见地遭到老帅徐建德的猛批。 张长宁等四人迎来复仇机会。时隔四年,变化莫测。 当时征战仁川的12名球员中,如今在北伦集训的只剩下丁霞、严妮、张长宁和姚迪四人,其余八人刘燕涵、李静、张小雅、尹娜、王倩、王琦、乔廷、王柳燕都已淡出或远离国家队。 在确定全主力出战的情况下,经历过仁川中寒惨败四人显然迎来了复仇机会。 从目前情况看,丁霞、严妮、张长宁和姚迪完全可能出征雅加达一雪前尺,朗导最终会给四人机会吗?等等看。